好的,那我们中华和平革命党对中国国民党的一个态度 首先我们判断中国国民党已经不是革命党了 无法独自承担反共复国大人 国民党是民主政党 有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基因 也在中华民国台湾省开放党禁报禁的 中华民国台湾省民主运动中承担着推动的作用 国民党也在自我革新和自我反思 这是国民党进步的一面 而且国民党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是中流砥柱 为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每一名抗日战争中 中华民国国军将士的阴魂永垂不朽 没有中华民国国民党中央政府 以及蒋介石委员长的领导 中华民族必定于1937年 亡国与倭寇 这些都是国民党永远的历史功劳 留许担心赵汉清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许担心赵汉清 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 每一位抗日将士万古永垂 雄魂不适 我认为国民党未来前途光明 同时我也认识到蒋伟员长先生 在反共问题上具有卓越贡献 当然 蒋介石反共 一部分是为了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也有一部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势 对于蒋伟员长 为保卫三民主义理想反共的一面 中华和平革命党予以继承 而为了保护自身权势以利于独裁的一面 中华和平革命党予以批判 中华和平革命党 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无权宪法精神 但不继承孙中山先生联俄融共的策略 因为当时的共产党已经死了 共产党在其产生后的发展历史中 不断产生变质 现在的共产党 已经不是当年孙中山先生 联俄融共时期的共产党 同时联俄融共时期的共产党 由于其属于新生事物 其真实面目尚未暴露 所以欺骗了很多善良的人 包括孙中山先生 和陈独秀 后来共产党逐渐走上了 专制独裁的老路 复辟了封建郡主义人党制 陈独秀 犯人悔悟 犯人醒悟 予以批判 相信孙中山先生 如果活着 必然发动反对 共产党封建专制独裁 复辟的大革命 同时我们中华和平革命党 意继承蒋介石先生的反共精神 和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 在反共和抗日问题上 与蒋委员长站在同一战线 继承蒋介石先生的反共主张 发言蒋介石先生的反共精神 继续反共富国大革命 光复民国 环都南京 但是中华和平革命党 对蒋介石先生的支持不是盲目的 中华和平革命党 清晰地认识到 国民党党魁蒋介石 依然是一党独裁 搞个人崇拜专制 国民党在历史上 也有一段 不管是对中华民国大陆 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独裁历史 同时蒋介石先生是 国民党无论如何 都无法否定的领袖 蒋介石也是一个 具有争议的人物 所以呢 国民党的民主之路 有着一个天花板 这也是为什么 中华和平革命党 要自己阻挡的原因 中华和平革命党 继承孙春山的 三民主义无间宪法 继承蒋介石的民主气节 和反共精神 对于蒋介石的示威功过 中华和平革命党 有着自己的见解 需要就事论事 有功有过 但中华和平革命党 绝不会盲目崇拜蒋介石 而忽视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 和个人专制历史 但也绝不会否认 蒋介石领导中华民族的 抗日战争之功 也不会忽视 蒋介石先生 领导的反共事业 本党认为 本党认为蒋介石先生功大于过 功劳是主要的 而蒋介石 个人独裁一党专制的过失 也是不能回避的 必须要正视 且引以为戒 中华和平革命党会 客观观正的 公正的 以全面细致的历史视角 认识蒋委员长先生 现在历史需要一个 能够肩负起光复大陆 环都南京 解救大陆沦陷区百姓 驱逐大共和平民主革命 的和平民主革命党 来领导全体中华民国国民 来进行轰轰烈烈的 反共复国和平民主大革命 我们希望能与中华民国 台湾省的人人志士 一起努力 和海内外 所以有志于 光复中华民国的 所有同胞 侨胞 一起努力 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 光复中华民国 大陆国土 崇光三民主义 无权下法于中国大陆 沦陷区国土 这个就是我们 中华和平革命党的 历史使命 中华和平革命党要将带领 各路人人志士完成 反共和平民主大革命 反共复国的历史大任 我们是继承孙中山先生 思想 致力于光复大陆 反共复国 驱逐 打共解救大陆 沦陷区百姓的 和平民主革命党 我们要用 和平民主革命的手段 在中国大陆 全境光复 覆盖所有中华国民 并传承 国父 孙中山 三民主义 无权宪法 精神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应该是 一个福渊万里的大国 而不仅仅是台湾省 我们中华和平革命党 继承国父 孙中山先生 三民主义 无权宪法精神 致力于驱逐 打共 光复大陆 中华和平革命 解救沦陷区百姓 反共复国 环都南京 在中山林 告慰国父 在天之灵 中华和平革命党 为光复全部 中华民国国土 重布三民主义 无权宪法 和为中华民族 走向民主 自由 和平 共和 而奋斗终生 实之不语 中华和平革命党 愿与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中央政府 中国国民党 民进党 等有志于 反共复国 光复大陆的 所有党派 以及海内外 所有同胞 乔包 所有中华民国 国民 一起完成 反共复国大陆 反共复国 大革命 光复大陆 国土 解救大陆 沦陷区 百姓告慰 国父在天之灵 当然 我们也愿意 和所有 身处 大陆 沦陷区的 所有有志于 反共复国的 沦陷区 百姓一起 进行反共复国 大革命 中华和平革命党 是永远的 和平革命党 永远监督和防范 任何封建 专制 地质 极权的 固态 富猛 并将坚决地 将各种 反民主 反自由 反动思想 阻灭于 萌芽状态 并为此 奋斗终生 使之不渝 那我们中华 和平革命党 这些 理念呢 大概呢 就是这些 然后呢 然后呢 我 看了一下 就是说 我刚才讲了这些 就是有些 就是说 我们具体的一个 就是说 我们和平革命 能不能成功啊 我们和平革命 遇到挫折 会怎么样啊 和平革命的 这个 用和平来对抗 中共的暴力 到底 它有没有 就是它能成功吗 以及 就是说 中共对我们 这个和平抗议的民众 它是暴力 我们又能怎么样啊 我们道理 我们和平革命的 就是说 它的一个 现实性 到底如何呢 这些东西呢 到时候我们 时间还长着 我们慢慢的去讨论 慢慢的去思考 这些问题啊 当然我呢 是抱有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乐观的态度 因为呢 我们就是做这个 和平革命事业的 我们当然是 保持乐观的态度啊 因为我 我是怎么设想的 就是说 一四六四 民主运动 就足以给中国 这么大的震撼 那十四呢 如浪潮一般的 民主革命呢 我们还是 坚持和平理念 我们不是 坏人 我们就是 一片 赤诚之心的 中华同胞 我们就是想让中国 变得和平和民主 变得自由 和包容 我们有什么责 所有的中国人 都想要 一个自由 包容 和平民主的国家 为什么中共 以及中共的官僚阶级 你不想 你还用 这个武装力量 来屠杀 这些和平民众 我相信 你这样的一个经历 会幻影很多 国人心中的 一个善恶是非 我们所坚持的东西 确确实实是为了 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好 我们不是说 为了个人的 一个 就是说独裁 我来搞一个理念 我来说 大家和我一起革命 革命完命之后呢 我自己 我做皇帝去了 就好比 当时的共产党 说大家都和我一起 搞共产革命 然后呢 毛泽东 毛泽一泽东 他自己做皇帝去了 我们不是 我们之前我也讲了 就说 中华民国 光复大陆国土之后呢 修改了 重新制定 这个大陆 适合大陆情况的 这个宪法之后呢 中华和平革命党 将会进行国家化改制 我们将会 不干涉政治 只忠于中 这个中华民国的 这个宪法 所以的话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民主革命 是一 就是和平民主革命 和平革命 是一个被忽视的 具有巨大潜力的 巨大社会力量的 一个反共 民主和平革命的方式 当和平民主革命的 这个 声浪啊 就是浪潮啊 一浪 一浪的 冲向中共 这个 独裁专制的 这个城墙的时候 我相信 中国人 和现在 暂时 依附于 中共的 这些官僚 应该明白 民心所向 明治已开 那我们 中华和平革命党 对于中共 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 比如说 中共的官僚啊 它这个策略 你投降 或者说 你这个投降了 或者说 你这个 下台了 我们怎么去 处理中共的官僚 我们 中华和平革命党啊 就是我们 还是采用了这个 当时 明治维新时期的 嗯 的这个 就是说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 一个方法 我们要 赎买 就是说 嗯 中共的官僚 和中共的一些 曾经的一些 呃 官员 你们下台 啊 赶紧的 但是呢 我们不用暴力 把你们赶下台 你们曾经的那些 呃 收益 收益啊 我们 就是说 你们曾 你们的经济收益啊 就大部分的人 中共的官僚 我们给你们保留着 你们赶紧的下台 啊 中国 要有民主的 力量来建设 啊 你们下台了 啊 你们的收益呢 你们的经济 经济地益 我们也给你们保留着 保护着 但是 你们下台 啊 当然这是对于 大部分中共的 呃 这个 普通的这个 官僚阶层 那比如说 有些 你说那个 怎么说呢 就说呢 贼头 啊 贼头 呃 那他们这个利益呢 那不是说 普通人 哈哈 就一个月工资 他们是 月收入几亿啊 几亿的 那我 我们怎么给他保留呢 我们保留不了 啊 那种 中共特权阶级当中的 特权阶级 啊 已经脱离 基层党组织的 特权阶级 中共党内的 就是 的特权阶级 对不起 我们真的是 没那个能力啊 给你啊 在 在中华民国 光复后的这个图例上 我们还给你一个一天 收入几个亿 啊 保留这种 用权力而换取的特权 我们没法保留 但是呢 中共的 广大的 这个普通的官僚阶级 我们 啊 用熟买的方式 啊 保障你们的生活 保障你们的生存 啊 你们原先的那些收益呢 我们都予以保障 不会让你们 呃 这个 呃 生活困苦的 就是说你们原来拿多少钱 我们就还给你拿多少钱 啊 当然你就是正常人的收益嘛 啊 啊 你别说一个月你 你拿个十几万啊 或者一个月你拿几十万 当然你是 当然你是技术人才呢 可以 但是你要说 你是因为你的特权 你一个月拿几十万啊 对不起 我觉得这和 你已经不是中国的大部分人了 大部分中国人一个月 百分之九十五的中国人一个月拿五千 啊 所以中国的特员官僚阶层啊 啊 我们如果 呃 用熟买政策 我们可以保证他们 能够获得 呃 不是 就是 保证他原先的这个待遇 不减 不退 担任 你的手里的权利 你让 我们 和平革命党 去做 就这样 我们用熟买的这样的和平的 柔和的策略 啊 来这个 啊 就是说来准备中共 垮台之后的 这个 嗯 中共人员应该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我们不会说 对于广大的 基层的这个 中共的党员 我们不会说 报复 啊 我们既然是和平革命党 既然大家 能够 认清历史大事 的共产党 我们也会 和平的对待 并且保留待遇 并且这 这部分人 如果能够投身 入 新的 中华民族的民主 建设当中 同样 我们也会 呃 去使用这群人 哎 为什么呢 因为 很多人他 也是碍于 迫于中共 这个 因为他加入中共的 啊 或者有自己私心 你加入中共 啊 这是人之常情 啊 这也是人的一个 本性啊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呢 只要你不是那种 血债累累的 法律司 中共啊 极右翼 啊 已经不可饶数的人了 我们都是可以 我们都是可以 因人而 因才而用 所以这个中共的 基层党员 也不用害怕 我们 嗯 也会去 怎么说 把你 去报复 不会 我们和平革命 就在任何一个阶层 都是和平 我们只需要让所有的中国人 不管你曾经是中共 啊 还是 嗯 民主人士 大家都认识到了 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 民主的 自由的 富强的一个政府 嗯 大家都为这样一个事业 去努力 将 骑在中华民族头上 吃喝拉屎的 这个 独裁 法律司 中共 这个 政府 我们推翻掉 我们重新建立起一个 我们 自己的 更加民主的 更加和平 自由的一个 政府 这样对我们中国 每个人都好 啊 这样对我们中国的 每个人 都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的话 对中共的策略呢 我们是这样的 啊 对中共的 广大的基层的 党员的策略 我们是这样 也对于中共的 那个特权 家族啊 特权 权 特 党内特权阶级 中共 想一次中共的 党内特权阶级 对不起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在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 已经这个光复后了 你还给你搞这个特权阶级啊 一个月 你又不是 当时你又不是溥仪 我们 那个中华民国 每个月 每年给你个年缝 对不对 当然习近平如果说我想做这个光复后的普及我们也可以考虑啊 对不对啊 这个习近平假如说习近平说我们我投降 然后呢我们就下台 习近平对吧 对于中国的这个民主革命有功 那可以给你保留一定的这个经济待遇啊 不会亏待你啊 对吧 毕竟我们之前 连这个溥仪我们都保留待遇了 对吧 习近平不是想住皇宫吗 那你皇宫给你住啊 对吧 每个月保留你的待遇 你不乐意 对吧 没有问题 你想住皇宫 那就让习近平住皇宫 待遇保留 和对爱满清的这个态度 我们都可以这样的 就都是这样的 好的 那我们就暂时了 今天就落这里啊